恩...大致上其實都還好 只是可能就是自己手背上面的問題吧 那可能也很久沒有比賽 然後最近也才練習一次 手背練習可能上面有一些生疏吧 那...以往都是自己的手背都是自己的罩門 可是今天卻出現這個...就是不能失誤的地方 那自己出現這個問題 必須要去好好的趕快去適應 那也不能去...因為有這個問題 然後去困擾自己 那...投球上面大致上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可能被敲出幾...兩隻Single 那...其他大致上都還OK 手術其實都還好 因為畢竟...要投到... 像以前的感覺可能也是... 不知道耶 可能也需要再...慢慢的去調整吧 那現在...今天...可能大概八... 八九九十左右上下的話應該... 大致上...大致上應該是都還OK啦 就只是...平均在自己的訴求上面這樣子 那...只希望能夠慢慢的再去... 找回自己的速度這樣子 應該都是休息兩天後吧 那現在就是一樣...下一場還會是... 在...待在高A 那...接下來就看球隊他們怎麼去安排... 那...也要丟幾局吧 那...目前...只有到今天的狀況 那...而且...昨天也下雨 那可能整個Schedule也稍微延後一點也有可能 那不會啊...因為這不會是...什麼問題啊 因為畢竟自己...也算是已經是...打直接打那麼久了 也不會因為...下雨都關訊息影響到自己 那... 谢谢观看